让你妈来给我们带小孩吧 你看我们小孩这么大是吧 现在上幼儿园了 只负责接送不辛苦的 然后我们两个要都上班 可是我妈不想带小孩 不想带也要带 她带我 带我们从小带就已经够累了 现在她根本就不想带小孩 这个小孩又不是让她背着抱着 都这么大了 就接送放学 送上学而已 这有什么类啊 要是帮带呢 她早就过来了 小孩刚生的时候 我们就叫她过来 她都不来 你现在叫有什么用 那以后她老了 需要我照顾了我也不帮 你怎么就想那么远啊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 她来帮我们带小孩了 我们俩都上班这样子 我们家经济条件也会好一点 你压力也小一点 是不是 那我也想啊 我也是那样想啊 我有什么办法 跟你妈说啊 我说我没用啊 她不来啊 不来是吗 不来是吗 嗯 小孩呢 那我就不上吧 我继续带小孩 等她上小学了也不用接送了 对吧 她自己会回来 那个时候我也可以上班了 但是 等你妈老了我不管了啊 住院啥的需要人照顾 我是不会去的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 以后需要我 我是不会管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需要她 她都不帮我 小的时候不帮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小孩 半夜爱闹嘛 对吧 嗯 然后一直要抱 她带不了我理解 但是现在很大了呀 小孩又会自己走 是不是 读书很轻松的啊 就送去读书这样子 接放学这样子 她都不帮 可是我妈就喜欢在老家 又不喜欢来城里 就也不喜欢带小孩 那以后我也不喜欢带她啊 等她老了 动不了了 要不你让你妈来 再带一下 照顾一下小孩吧 带我妈来 对啊 可以啊 那以后你给我妈养老啊 哪有女婿给 给丈母娘养老的 因为我们困难 她帮我们啊 所以我们就给她养老啊 你妈什么都不帮 以后我不管啊 因为我们就要带她 带她 我来带她 带她 带她 我来带她 还带她